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前到访阿富汗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灾难迫在未知 呼吁国际社会继续资助联合国在阿富汗开展行动 联合国核下的世界粮食计划处也表示 由于物价飞涨 失险等问题 阿富汗全国 大家只有5%的人有足够的食物 现在我们的服务现在示范的9在10人 没有足够的食物 大概7在10人 正在用厉害的治疗方式 例如购买食物 不吃足够的食物 吃不足够的食物 在泰利班掌权之后 由于西方国家持有不信任态度 外国援助已经中断 导致当地情况更加恶劣 联合国今个月初曾经表示 阿富汗贫共和饥饿问题严重 急需食物 药物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希望为阿富汗囚集超过6亿美元 另一方面 在泰利班续入到夏布尔期间 大批阿富汗人逃离家园 目前有几千名被美国撤离的阿富汗人 仍然在卡塔尔、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等候转移 教宗方直角 22日就在凡帝纲会见到3个逃离阿富汗的家庭 14名阿富汗人当中包括7名的小朋友 他们同教宗握手并赠送礼物 教宗近日曾经表示 正是为接纳阿富汗难民的国家祈祷 他也提到泰利班过去曾经限制女性上学 表示阿富汗年轻人接受教育至关重要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3日在北京以视频的方式 出席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外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会晤 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四国外长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出席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和不稳定性 国际社会对安理会五常有很高期待 特别是希望五常加强团结和协调 为世界注入信心和稳定 中方认为五常要紧紧触紧四个关键词 理职、盡责、担当、作为 五常应该为维护世界和平理职 要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制造者 多用滑船调解 先用维护行动 先用强制措施 不能够动不动使用武力 五常应该为踐行多边主义盡责 坚持对话而不对抗 包容而不排他 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放弃冷战思维 不搞灵和博弈 放弃意识形态偏见 不搞封闭小圈子 放弃集团对抗冲动 不搞地缘政治争夺 五常应该为出众团结抗疫担当 攜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疫援助 给疫苗真正成为国际公共产品 同时推动国际联防联空 救助起全球抗击疫情的防火场 同时都应该其次鲜明 反对将疫情政治化 病毒标签化 素缘工作化的图谋 排除一切干扰破坏国际抗疫合作的言行 而另外当前世界面临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经济衰退等各种挑战 五常应该为此加强合作 有所作为 各方面且就阿富汗、伊朗核 和加强五常协调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23日发布了大使劳沙耶 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采访失落 在采访当中 劳沙耶大使回答了有关美、澳英三国 宣布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以及由此引发的法澳潜艇危机的相关问题 劳沙耶在采访当中表示 因为澳大利亚施委合同 而导致法国和美奥巴巴基的潜艇危机 并不能说对某个国家是好消息 但这个事实确实对美奥关系形成了冲击 他表示这样的一笔天价军火交易 不利于世界和平稳定 国国不应该投入军备竞赛 劳沙耶说虽然这个联盟并没有明确表达针对中国的意图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联盟位于亚太地区 就是冲着中国而来 中方认为任何地区机制都应该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之间互信和合作 不应该激化矛盾、制造对立 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更加不能够损害其他国家利益 而另外美国、英国向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模型国家出口核潜艇 本身已经构成了核扩散,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也严重损害了国际核不扩散努力 美国总统说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但现在就公开踐踏国际核不扩散规则 那又是极不负责任的行径 劳沙耶表示在中国来看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加剧矛盾对立系冷战思维在作祟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潮流 世界各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并没有必要彼此对立 一些国家执迷于组建小集团和其他国家对抗 这样的做法是逆时代潮流移动 他认为作为大国应当巩固世界和平 出进共同发展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尊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章争 华尔卫视终合部导 美国海地问题特使富特辞职抗议美国驱逐海地非法移民 富特上任只有短短两个月 他在辞职信当中表示 以美国驱逐数以千计海地非法移民的决定 此遇为误 海地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住所和经济能力 接受遣返移民 他形容自己的意见一直不获接纳 批评美国对海地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 包括持续性的政治干预 上个星期开始 美国从德州边境城镇 遣返非法移民 有海地民众就选择不再继续北上 转移寻定居墨西哥 我们来有时一阵看广告 生日回来继续有凤凰美洲新闻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有凤凰美洲新闻 正在中国四川成都访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3日和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 出席川港高层会晤 其川港合作会议第次会议 我们来看看两岸三地新闻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率领代表团和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 2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 举行川港高层会晤 其川港合作会议第次会议 林郑月娥表示 中央推出重要举措之后 香港更加有条件加强和内地合作 她指出香港社会动乱期间的黑暴行为 伤害了内地同胞的感情 令他们对香港有负面的看法 而她在带领特区政府重新出发 重振经济的过程中 很重视重建内地同胞对香港的观感 我觉得三年我们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坏的重新过 现在是迎来最好 不单是我认内最好 是回归迎来最好 现在我们不需要再担心 这个国家安全 也能保证阿佑我者知道 是真正的回到有两者的初心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未来可能是能在香港 在一个新的起点来所来到成都 我觉得也是香港合作的一个进入一个新海界 彭清华表示香港是四川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第四大出口市场 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力度 支持前海开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为香港保持长期范围稳定 增进民生福祉拓展新空间 注入新动能 也为香港深化和内地合作提供宝贵机遇 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和西村省副省长李云札在会上签署 村港高层会五期 村港合作会议第次会议备忘录 涵盖村港两地在一带一路建设 以及经贸、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 创新以及科技、法律专业服务等 12个领域具体合作措施 村港两地有关部门 还签署了教育、经贸、中医药等 重点领域合作协议 林郑月娥还鼓励四川企业来港上市 以及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 和金融服务作绿色 和可持续投用资以及认证 鳌鸟卫视中央报道 香港各界纪念新海革命 180周年大会 23日在香港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处理行政长官陈茂波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罗永江等 特区政府官员 中央驻港机构代表 新海革命先言后裔等 大约是500名的香港各界人士 共同出席活动 由香港各界纪念新海革命180周年系列活动筹委会主办 中国和平统一出信会香港总会 以及香港桥界社团联会承办的香港各界纪念新海革命110周年大会 23日在香港会战中心举行 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处理行政长官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罗永江等特区政府官员 中央驻港机构代表 新海革命先言后裔等香港各界人士 梁振英支持时表示 新海革命和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精神默落 他指出今年系新海革命110周年 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新海先烈的革命事业 才有如今的中华民族振兴 就要对新海革命精神旅行最坚定的传承 就要始终不忘振兴中华的初心和使命 始终不为革命的牺牲和艰辛 更加坚定更加自信地走我们国家自己的道路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刘杰一透过视频支持时表示 香港见证了新海革命以来中华民族的艰辛和辉煌 在丰富一国两制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 发挥着积极作用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这是历史发展的定论 是大势所趋 大意所在 民心所向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 主动权 始终掌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陈茂波支持的时候表示 在国家支持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 香港只要坚持和国者治港 坚持以民为本的管制模式 必定能够触紧发展机遇 融合国家发展大局 从改革开放到实现小抗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不断前进 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的道路 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罗永江提出 要弘扬爱国精神 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 这是自身外革命 以及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超市的真理 广大香港同胞 特别是广大青年 不仅要加深对国家历史文化的了解 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更要加深对当代国情国策的认识 知道我们要向何处去 从而真正走好脚下的路 走出一条不变形不走样的爱国正道 香港各界纪念辛亥革命120周年大会 有约500人参与 主委会24号还将分别举办辛亥青年论坛 以及周年座谈会 凤凰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中国福建省葡田市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 自23日24时起 葡田市新增中风险区一个 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而另外 年日来在福建 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指出 经各方面共同努力 福建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葡田、泉州、江州社会面已经清零 厦门的社区传播基本阻断 疫情总体可控 18日至23日 孙春兰赶到厦门、葡田、泉州、 江州等疫情发生地 深入社区定点医院、疾痛中心、 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点等等 失地了解情况 研判疫情形势、部署重点防控任务 他指出当前福建疫情防控仍然处于关键时期 要继续严守疫情不外日的底线 持续触紧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 尽快将疫情控制住 以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 持续开展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知识普及 打劳群砖结合、群防群控基础 葡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 经过专家组综合研判 自9月13日零时起 将仙油院、丰庭镇、奔海社区居委会等6个地区 调整为低风险区 丰庭镇在22日完成全域第12轮核酸检测 而另外 另一个城市全州 自9月10日以来 旅计报告本土确诊患者24宗 最早出现疫情的全港区介山镇 第4轮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全部阴性 旅计出现4名确诊病例的安契园、龙娟乡 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亦全部阴性 黑龙江卫健委通报 22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宗 省会哈尔滨市在全市进行核酸检测 并且定于23日24时之前完成第一轮检测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被即要求市民非必要不要离开哈尔滨 确需外出的通过机场、铁路、公路 以及客检站出行的人员 要持有时间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哈尔滨地铁在23日有了调整、运营时间和发车间隔 台湾官方22日正式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声称对台湾的贸易发展相当重要 但是舆论质疑为了争取会员国之一的日本支持 台湾官方将会以进口福岛核灾食品作为交换的条件 牺牲民众的健康 为了加强区域贸易 到时会有不少的产业受到冲击 如果没有加入的话 包括石化、塑胶、橡胶、钢铁金属、化学跟建材 整体的产值跟出口会比较受到影响 服务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加入就可以降低关税 甚至于免关税 不加入关税就非常高 防制品、机械、工具机 那个动作十几% 农产品也是一样 所以对我们领导最大就是关税 今年日本担任主席国 虽然日本官方表态欢迎台湾加入 但台湾舆论质疑 日方会要求台湾开放进口福岛的核灾食品 作为加入的交换条件 采文政府恐怕会为此而妥协 以另外战略日前暂停输入台湾的 范利芝和联务 采文政府有意将水果消往CPTPP的会员国 但新加坡、马来西亚同样是生产联务 国民党立委质疑 此举对台湾果农帮助不大 反而会降低台湾水果的竞争力 凤凰卫视中央报道 接着下来艾滴滴 今日财经 全球汽车业预计将会因为芯片方而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 白宫23日稍后时间将会举行会议讨论芯片方危机 根据路透社报道 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 将会主持视像会议 讨论如何克服芯片方危机 出席的企业包括底特律三大车厂 苹果、大武勒、宝马以至于格芯、美光、微软、三星、台积电 和英特尔等芯片生产商 预计会上白宫将会要求出席者公开、供求、库存和订单等资料 资料的提供属于自愿性质 顾问公司阿里克斯合伙公司指出 供应链干扰将会令到全球车厂今年损失2100亿美元的收入 是之前估计的接近两倍 估计问题会持续到明年甚至乎是后年初 全球多地央行星期四已息 挪威央行日月预期加息 巴西在星期三亦都进一步大幅加息 但其他央行选择按兵不动 包括英格兰银行利率和扣债规模维持不变 但由于有两名委员希望提早结束支持措施 市场预计明年初央行有机会加息 至于土耳其央行就反行其道 宣布降息一离 挪威央行星期四表示 政策利率由历史最低位的零上条至四分之一离 符合市场预期 央行又表明未来加息行动陆续有离 而另外巴西央行星期三已息后 也宣布大幅加息一离 令今年至今的累积加息幅度超过四离 央行并且表示下个月会再加息一离 科币政策进入到近缩阶段 不过瑞士、菲律宾和台湾等央行就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 芬斯斯指出 挪威经济复苏力度超出预期 巴西又面对通胀率飞升至双维缩 央行又必要采取行动 但瑞士因为发浪强势和通胀低微 仍需要央行保持宽松立场 至于台湾央行亦维持宽松立场以推动物价和金融稳定 央行面接宣布 为了避免过多信用资源流向不动产市场 央行决定着一步管控相关受信风险 台北、台中和高雄等特定地区 自然人购买第二户房屋的贷款不得有宽限期 同时购地贷款最高乘数下调到六成 工业区限制土地抵押贷贷款最高乘数下调到五成 不过土耳其央行反行其道 议息之后宣布大幅降息一离 令到预期央行按兵不动的金融市场为之意外 央行更加放宽政策利率要高于通胀指引 支出政策紧缩对商业贷款的紧缩效应比预期严重 所以有需要放宽政策 又强调通胀高只是过渡性原因引起 决定公布之后 你拉回价应声大跌 凤凰卫视 中央报道 今天的凤凰美洲新闻已经报道完毕 多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市药业 乱合赞 赞助播出